缅甸军方血腥镇压 造成54人死亡 为何西方国家视而不见 新西兰经常有大地震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纪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威 在今天的经纪点评当中 一开始的时候 要谢谢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给我们的关心 因为大家看到在昨天夜里 新西兰发生了大地震 当然来讲 目前此地的华人一切平安 因为移民来到新西兰之后 才发现在新西兰经常有大地震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家人 都会说你们那边还好吧 但实际上这边地广人稀 基本上问题不大 而且这一次距离奥克兰 最大城市大概400多公里远 在外海发生的地震 虽然官方民防部门 不断的发出警报 手机一直哇哇叫 但是看起来 没什么大问题 一切平安 好既然平安就要继续做节目 今天跟各位来谈到的就是 为何缅甸军方血腥镇压 造成54人死亡 话说今天已经第32天了 对不对 逮捕昂山苏基之后 民众上街抗议 对不对 军方就开始下狠手 这个刚开始还打吹雷瓦斯 橡胶子弹 对不对 水车撤后 到最后现在干脆直接爆头 对不对 最近看到这个一波一波 中弹的这些民众 全部这个受伤的地方 不是胸部就是头部 就代表这个军方 这次是决定下狠手 对不对 似乎有一点点要杀鸡儆猴 让民众乖乖回家 但是缅甸军方 这个姿态如此之高 对不对 下手又如此之狠 经历了一个月 我们去看 对不对 照讲这种事情 西方国家早就跳出来 对不对 该干嘛干嘛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大家都在观望 观望 虽然今天联合国要召开 对不对 关于缅甸军事政变 镇压的这件事情 看看联合国 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是来一个谴责案 或是什么制裁案 对不对 这种东西 对于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的 缅甸居民民众来说 那个简直就是 这个没有意义 对不对 就是比划一下 你们大家忍耐忍耐 继续忍耐 拜登上台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之后 对于整个亚洲政策 似乎有他的一套方法 这个前两天 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做了说明 更在昨天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拜登做了一份报告 来报告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叫做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里面24页写了一大堆 全部印下来把它看完 这里面写了什么 就是说 简单的说 就是怎么样 对付中国 对不对 说实在话 有大量事业的日本 现在日本官方低调到不出声音 然后派了谁呢 各位都想了都会觉得有趣 这个日本找了什么人 找了私下 日本政府私下找到了 日本财团会会长 一直就说这个俱乐部里面全部都财团 财团参加 这个会长叫什么 叫四川杨平 当然这个是大老板 叫他去找缅甸现在军政府 明昂来 他们听说有私交 对不对 做生意跟军方 对不对 叫他去协商一下 叫明昂来 要自我克制 人家万一不克制 继续打 你能怎么样 最近资料看得出来 有三个步兵师 已经调到各大城市 准备就震报 对不对 对这个缅甸居民 新加坡李显龙 也叫了半天说 我也束手无策 因为我跟新加坡跟缅甸 贸易往来很低 我制裁不了他 对不对 踢皮球 联合国开会 最后也是原地踏步 对不对 这种会议最后是 会而不易 意而不绝 完全无效 所以现在看起来缅甸的问题 简直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是让一个悲剧 在不断的发生 大家知道缅甸 虽然过去在 各位的国际新闻的视野 很小 对不对 他并不是什么常常经常上报纸 大家关注的地方 但是也不能否认缅甸已经有13000多年历史 在旧石器时代 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在这片土地的痕迹 那更不要说他的历史非常久 光是近代 对不对 被英国统治 被日本占领 到最后独立 走到今天的地步 这个都是让缅甸这个国家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这个处处都是 尤其仰光那些建筑物各位可以感觉出来 当然在19大概88年的时候昂山苏姬回到了缅甸之后 开始推动缅甸的民主政治 因为在之前都是军方 军方来统治 所以这个缅甸人民当中 你去问大概年纪大概四五十岁的人 问他说你的儿时记忆 每个人都说这个要小心军人 军人随时会抓人 把我们抓走 我们周边很多人 甚至家里自己的父母都被军方抓走 没有理由就把你抓去 什么时候高兴 什么时候放你回来 没什么审判 对不对 军人有枪 所以这个缅甸民众 大概在80年代之前 都是活在那种军方统治的阴影当中 好了 到88年昂山苏姬回来了 对不对 希望把他父亲的制业 能够继续带领缅甸走向更好的国家 好了 结果没想到1989年的7月20号 就被军方软禁 软禁到什么时候 2010年的11月13号 就软禁非常长的时间 当然昂山苏姬的不合作运动 也唤起了缅甸人民的那种 就是说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 当然2010年出来之后 在很快在1991年的时候 他曾经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他人是关在里面 不能去领奖 看过有一部电影 杨子琼就演昂山苏姬 那演的真传神 各位可以去看看 或者是看过的再回忆一下 在那种军事威胁下 你怎么样去追求一个国家的民主 当然今天缅甸所有的努力 昂山苏姬的努力都没了 对不对 人民抗议没用 开枪伺候你 所以现在就是军方跟民众 大家在赌 看谁的命长 对不对 我是看你头印 还是我指弹印 我就跟你这样打下去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 通通默不作声 对不对 发表声明 那个声明不痛不痒 这个也看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在地缘政治上的变化 在2021年 是一个非常非常诡谀多变的一年 因为今天中国两会召开 对不对 那习近平在整个中国的领导上 实际上带领中国走向了一个 算是空前的一个高度 那当然习近平对于整个中国的治理 也让中国人觉得说 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个地步 对不对 爬到了这个高度 因为以前都是被人家欺负 凡事大家都要忍忍忍 好 那现在这个带领我们走到这里 所以在这两天召开的这个两会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人 当然看两会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 在决定未来 这个几年的 这个经济发展 整个国家的这个方向 但是西方国家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日益壮大的这个中国 我们就讲中美贸易战打四年 对不对 这四年当中 中国虽然这边跟美国不断的打中美贸易战 什么刘鹤他们飞来飞去 对不对 在那边华盛顿北京什么这样来来去去 但是中国这一套鸭子划水 这个真的是用到淋漓尽致 对不对 我们看到新闻 刚刚看到 这个中国跟老挝的这个铁路 现在争取在今年的12月要通车了 这条铁路耗置多少 59亿美金 当中三分之一老挝出 三分之二中国出 那老挝的这个三分之一 就将近20亿美金 还是跟中国贷款 对不对 各位就知道 这是战略上 如果你看看那个中南半岛地图 对不对 从云南经过老挝 老挝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内陆国家 周边没有什么海洋 它发展非常的落后 如果今天中国这条铁路进入老挝 对不对 继续延伸泰国什么 最后到哪里 最后终点在哪里 新加坡 各位想看 从云南坐火车到新加坡 在地缘政治上 经济发展上 对不对 中国在这个东南亚的影响上 那简直是一盘大棋 对不对 高不高 厉不厉害 对不对 这个美国都不知道吗 西方国家都不知道吗 不可能嘛 你坐铁路 要挖山洞 要铺铁路 那个工程多浩大 那个什么007 008 009 早去了 都看过了 但是这个局 就是中国在走一个方向 就是说 我不再跟你美国 事长烂打 你中美贸易战 你修理我 你惩罚性关税 对不对 我最后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我头一掉头 我往这边东南亚走 对不对 我继续发展 不浪费时间 不会像美国过去四年 对不对 打中美贸易战 然后内部消耗经济下滑 人民感觉到对美国失望 一堆问题 拜登不然怎么会赢 各位想想看 拜登为什么能赢特朗普 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 对于美国政府感到特别的失望 说好吧 那咱们换一个吧 对不对 不然特朗普 赌定当选 赌定当选 就是因为他打中美贸易战内耗 耗掉了他的能力 Energy没了 所以再看起来 今天拜登上台之后 这个真的让 讲的都有点激动 真的是让人看到什么 他的政策是摇摆不定 他真的没有一个政策 就在这本报告当中 仔细看了半天 这本报告 对不对 来来来 这本报告叫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白宫版本 白宫版本印下来了 这里面看得出来怎么样 他说他传达他 就美国如何跟世界互动 对不对 过度将来他要用外交的方式解决现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 国家安全的问题 这个就是用外交作为工具来解决 还有谈到中国的时候 他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 美国在战略上要战胜中国 那战胜中国的方法是什么 要在人民 经济还有民主方面好好发挥 恢复美国的信誉 确保美国未来在国际上的这个主导权 画势权 而不是中国 那这个跟其他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 这个阻止中国的他用的是侵略 好吧 那中国领导层因为现在寻求只有不公平的优势 破坏了国际上的核心利益 所以他们要站出来 这个这本真的 我看了这无言以对 你是美国总统拜登 你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上 简直是完全就说 就干脆四个字 对不对 消灭中国算了 对不对 怕得要死 完全没有策略 那未来 这个拜登的摇摆政策 会给整个世界局势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稍作休息再会继续 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经过几天的下雨之后 天气终于好转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来讲 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就像外面现在 云层非常的厚 对不对 这个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够明朗 这个实际上也看得出来拜登上台两个月了 当时我还觉得在1月20号 他宣誓就职的时候 觉得他上台之后 用了布林肯 在外交政策上一定有一套 一定有一套 结果等了快两个月 再晃两天就到3月20号了 完全现在看到这一份一份报告 他布林肯什么 都是了无心意 炒冷饭 都真的是炒冷饭 因为大概几周前 我们曾经也讲过 当时开了一个G7 领导人的会议 对不对 在那个会议上 大家都必谈中国问题 不太想跟他讲 也碰了一笔指挥 我们有讲 后来又去开了一个 当天好像隔天 开了一个叫慕尼黑安全会议 平常会议的级别 慕尼黑是德国为主的欧洲 类似欧洲地区的安全会议 美国最高级别 就是副总统参加了 大家一般是国务卿 最高级别出现过副总统 但这一次拜登亲自披挂上阵 打破记录 慕尼黑安全会议 创会以来第一次有总统参加 不 当然是美国总统 因为历届默克尔都会到场 因为他们家是主人 他一定到场 所以看得出来 拜登现在在外交政策上 真的是不知道下一步 该怎么走 看得出来他现在都在 犹豫观望考虑 甚至看出来的政策 就是他还在想 还在想要怎么走 此话 此话 此说 各位应该还记得 当年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德国跟俄罗斯之间 有一条天然气管 叫北溪二号 对不对 那有北溪一号 二号 那简单的讲就说 把俄罗斯的天然气 经过海底管道送到德国 因为德国在工业发展上 需要大量的能源 稳定的天然气供应 对德国的工业发展 至关重要 好 默克尔当时在布局的时候 就觉得说 我们不能永远依赖中东 中东战争或是美国的页岩油 那时候还没开始 对不对 所以当时默克尔就跟普京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好 北溪二号就开始了 后来发现这个效果还不错 咱们再做个北溪二号 好 那这个北溪二号走到最后 最后大概差17公里的时候 特朗普喊咖 说谁敢再继续做北溪二号 我美国就惩罚哪一家公司 我弄死你 对不对 所以原来在铺海底那些油管 天然气管的公司 就说算了 咱们不敢得罪美国 对不对 以后别火了 所以大家就不做了 这案子就割了 对不对 照讲这个局 特朗普给他破了 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 你德国买我美国就好了 对不对 但默克尔没理他 没有接话 对不对 特朗普一看 对不对 马上说我要从德国撤军 我要把这个军队调走 实际上对德国来讲 非常的伤心失望跟生气 各位要知道默克尔 对不对 在政坛打滚那么久 坦白讲大风大浪剑多了 对不对 你特朗普四年前冒出来 就踩在我们的头上 你看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在欧洲开会 欧盟的领导人 对不对 大家都站的 他大哥做的 他也没说大家做 对不对 那种礼貌 就是说句不好听 就是又嚣张又跋扈 这边有加拿大总理 德国总理 法国总统 总理马克龙 什么这一堆人 大家都 还有英国女首相 全部在这边陪着笑脸 他大哥就坐在那 你对这些欧洲国家的那种态度 到了今天 拜登来干嘛 出去不好听来拍马屁 马上把北溪二号这个制裁拿掉 说可以继续做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没有理由 反正就拿掉 原来特朗普说不行 我现在说行 为什么 讨好默克尔 慕安会议 他也抽上去 讨好默克尔 看得出来 现在的拜登 真的是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找回盟友 找回盟友 他没有盟友了 他没有朋友 他很孤独 如果你今天朋友很多 你会去想找很多朋友吗 不会 你每天都忙死了 就是因为没朋友了 过去四年 美国把朋友给玩玩掉 而且这些都是什么 原来的盟友 盟友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万一打架 在我这边的 帮着我打 这叫盟友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 拜登的忧虑 确实已经产生了 好 忍住了 好 忍住了 想打喷地 忍下来了 好 当然这个欧盟成立之后 德国实际上就一直想把美国的力量赶出去 因为各位要知道二战之后 美国在欧洲的手插得非常深 对不对 当时的东德西德 所有的北约军事组织都有美国的身影 好 那当然这个也不能否认 这个默克尔在两德统一之后 他还有一个愿望 当然今年他叫卸任 他有一个愿望 他希望欧洲是属于欧洲人的 欧洲是属于欧洲人这句话 实际上说来容易做来难 那默克尔就对于欧盟在里面出钱出力 想方设法 希望欧洲大家团结一点 咱们都住在这片土地上 对不对 900多万平方公里 别再闹了 过去几百年咱们闹下来 大家都没好果子 对不对 咱们今天团结一点 在世界上 我们不再被人家欺负了 一战二战都在这片地上打 像话吗 对不对 死了多少人 我们伤害有多大 好了 那终于当然美苏冷战 就当时的设想 战场全世界的重心在哪 欧洲 美国做了一大堆沙盘推演 说输军南下 对不对 北约的部队怎么在西欧 这片土地上挡住输军 对不对 不让他前进 有各种战略 空中海上的 甚至陆地的 怎么出坦克车 这边怎么丢这种小型原子弹 哇一大堆 战场在哪 在欧洲 美国没有说 咱们在纽约州 对不对 俄军登陆的时候 输军登陆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击退 没有 他全部把它放在欧洲 为什么 战略众生 对不对 要打到人家家打 对不对 把家具什么都打烂了 反正人家家的 不敢我吃 对不对 我就赢了 反正地方也毁了 所以在这时候 欧洲都清楚 所以欧洲一直希望 把这个拜登 不就美国 赶出欧洲 对不对 好不容易 特朗普上来了 对不对 刚好在那边耍狠 欧洲趁这个机会 就真的要出去了 所以你看马克龙曾经说 要搞欧洲军队 对不对 北约已经脑死什么一大堆 实际上 其实变相就把美国力量 赶出欧洲 觉得说我们够了 拜登后来上来一看 不对 对不对 美国想要当世界大哥 一个人谁理你 在街上晃悠晃悠 对不对 你说我是大哥 对不对 人家都快笑死了 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上台 他现在其实担忧的 问题非常多了 中国是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发展那么快 如果照时间换算 中国要提早五年 就要超越美国了 再多久 2025年的 不对 2028年 今年是2021年 在七年后 中国就是全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第二了 经济跟整个国力 军事外交都有关系 这全部是捆绑的 对不对 美国只剩下七年 七年就到了死亡交叉点了 对不对 国力就会下去 另外一个 就在这里 拜登看到没 看到了 特朗普看到没 也看到了 方子不一样 快了 急 对不对 上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猛药也吃了 对不对 特朗普用的是猛药 怎么样 也没沉 他上来 他现在该不知道怎么办 你是先调理调理 吃吃中药 还是吞两颗特效药 现在拜登是完全束手无策 欧洲不理他 对不对 日本韩国也不带劲 他怎么玩下去 真的 现在我觉得普京 可能都在看拜登你怎么玩 对不对 我看你怎么玩 大家都在看 你怎么玩下去 现在的拜登 真的是苦闷 真苦闷 国内的问题 疫情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外交的问题 一摊子 这个对2021年 拜登可能现在最后悔一件事情 所以我怎么会当选这件事情 真的运气不好 怎么当选了 一个巨大的责任 在他的身上 各位想想看 如果50年后 我们讲历史 说2021年 拜登就任之后 美国国力就开始下滑了 对不对 经过他四年执政之后 美国怎么样 那历史最人了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240多年来说 那他不就是在历史上留了一笔 这绝对的 因为在国家档案馆当中 历届总统 哪怕你写的什么草稿 什么信件 你跟谁打过电话 全部都留底 对不对 更不要说你做的这些事情 在国际上的变化 好 那中国提早了5年 在2028年要超越美国 好 那拜登下一步该怎么办 下一步该怎么办 大家来看 现在拜登必须认清一个最重要的现实 抛弃过去的旧观念 回到一个点上 跟中国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做下来 对不对 好好的来谈一谈 你不要又说 什么又可以 什么讲的什么合作竞争 什么什么 讲的通通模棱两可 你就明明讲 就跟中国说 我愿意跟你合作 对不对 我们分治天下 我们怎么要一起来努力 在世界秩序上 还有各方面 就他这边讲 什么对不对 他要完全由美国 还是那种美国主义 说要确保美国 去未来制定国际秩序的议程 而非中国 就是你如果没有把你心胸打开 你不能包容别人 你还是永远要抱着过去的那种心态 那是一个真的是让美国走向衰弱的一个征兆 如果拜登今天能够真的顶住国内 这个右翼势力的力量 愿意真的跟中国好好的做下来 我想这个对中美来讲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因为习近平都曾经说过 太平洋之大融得下两个国家 就代表中国愿意说 我愿意跟你做下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对不对 凡是我们商量商量 对不对 中国态度已经表明了 现在就看拜登能不能想通这一点 好的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周末来了对不对 各位来分析一下帮忙想想看 在这个两会召开之后 中国日益壮大 中国跟美国在未来共治天下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角色来跟美国平起平坐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看在这里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